金庸武侠故事的精彩之处 不仅仅在与武林高手的对决 还在与金庸用几代人将武林的传承 给直观地展现了出来 这种感受在射雕三部曲中尤为明显 射雕英雄传中 郭靖先后得到江南七怪、洪七公等人传功 忠诚一代北侠 后来郭靖又将异地杨康的孩子杨过引上正途 杨过被武林中人誉为神雕大侠 而到了神雕侠旅书末 杨过又指点了张军宝几招 张军宝毛色顿堪 后习武多年终于开宗立派成为一代宗师 在多数人看来 整个三部曲中的武林第一高手就是张三丰 甚至有人将他誉为全书第一高手 不过也不说远了 就拿他与当年指点过他三招的杨过相比 他是否超越了神雕大侠呢 一、习武百年的张三丰 在倚天托龙记时代 张三丰是绝对的武林第一人 他的武林至尊地位是无人可以撼动的 张真人的寿宴 武林中的各大门派都会派代表来贺寿 足见他面子有多大 论实力 当年他带着中了玄冥神长的张无忌 去少林求少林高僧传少林九阳功 那空姓误以为他是来讨教少林武功 你看空姓内心是何想法 援助道 一时之间三僧都不接口 最后空姓却道 好老道 你要考教我们来着 我空姓可不拒你 少林寺中千百名和尚 一拥而上 你也未必就能把少林寺给挑了 他嘴里虽说不拒 心中其实大拒而特拒 先便打好了千百人一拥而上的主意 空姓可是少林四大神僧之一 尽管不及三度 却也足以代表少林派最顶尖的战斗力了 他的看法应该是十分客观的 张三丰又足以单调整个少林的实力 这已是相当夸张了 尽管后来张三丰 有被刚相偷袭成功的污点 但他反手一招 就将刚相打死 也证明他宝刀未老 世间能有几人 如张三丰一板 年过百岁 仍屹立于武林之巅 就算是后来多门神功加持 拥有超凡精力的张无忌 也不敢说超越了张三丰 二 武绝之一 杨过 杨过身世悲惨 但一生际遇非凡 零零碎碎学过很多武功 而且都是一些非常厉害的武功 其中包含了黄耀师 欧阳峰 红七公 王重阳 林朝英 独孤求败等高手的绝学 第一阶段是少年时期 武功杂而不精 薄而不纯 第二阶段是断臂后 专精于重剑剑法 第三段是十六年后 武功大成 杨过幼年时 曾跟随母亲穆念词 学过一些北盖洪七公的武功 跟欧阳峰学过蛤蟆公 在古墓史 杨过学了古墓派武功 离开古墓后 在华山之巅 杨过得红七公 传授了打狗棒法的招式 以及得欧阳峰 传授了破解打狗棒法之法 后来又得黄荣 传授了打狗棒法的心法口诀 不过只传了六七成 并未完全传完 以及得黄耀师 传授了弹指神通 欲削剑法两门绝学 早年的杨过 所学甚杂 年纪轻轻 便掌握了不少神功 施展起来五花八门 往往能让敌人眼花缭乱 然而他当时年纪尚小 所学武功皆深奥无比 又因性子贪多物得 与美门武功都有所涉猎 但却均不深眼 但杨过并未困死 他的天赋与聪慧 非常人所能比 苦思之后 他决定利用自身的条件 博彩众家之长 自创一门属于自己的武功 也正是从这一刻开始 杨过武功开始快速进步 从蒙古大营到绝情谷 再到襄阳城 他的武功已经不弱于 达尔巴霍都等人 论实战能力可胜过五三通 甚至能与李莫愁 萧香子 尼摩兴 尹克西等人较量一番 他年纪虽小 却因寒玉床的缘故 已经有数十年的内功根基 家之所学武功皆深奥无比 以及轻功绝强 因此往往能化险为一 虽说杨过武功进步极快 但这只是他后继勃发的原因 如果不出意外的话 他之后的武学之路将会非常难走 襄阳城中 他被郭福一剑砍断右臂 从此成了废人 如果不出意外 其武功肯定会下滑式退步 甚至可能会武功全尸 不过杨过是幸运的 断壁后德玉神雕 学到了剑魔独孤求败的剑法 短短数月时间 杨过不仅没有武功全尸 反而武功大尽 练成了重剑剑法 几乎无敌于天下 崇阳宫一战 他手持重剑 击败了金伦法王 一战成名 从武林地位上来看 杨过就已是逊色了张三丰半仇 那张三丰是武林至尊 是武林中独一荡的存在 尽管后期处于半隐退状态 张无忌在重要决定上 也会听他这太师父的建议 而杨过则不同 他在神雕侠侣书末也只是当世武绝之一 而且这华山三轮绝出的武绝 还不是初次华山论剑那样打出来的 当年中神通王崇阳 虽然也是与东南西北四绝齐名 合称武绝 但世人皆知 他当年是在长达七天七夜的战斗中 力压四人夺魁 从硬实力来说 他其实是要强于另外四绝的 是绝对意义上的天下第一 而杨过始终没能达到天下第一的位置 黄耀师 伊登大师年事已高 但老顽童深老心态年轻 未必弱于他 那郭靖的武功更经历了两部作品的积累 作为前作主角 自然也不会逊色于杨过 所以杨过甚至没达到一个时代的顶点过 但不同时代的武林高手水平 本就是不同的 光从武林地位来对比 也难比出二人武艺的高低 但从另一个角度来看 就能客观地反映二人的实力 三 张三丰传宫时的表现 在了解张三丰传宫时的表现前 先看看杨过当年在华山传宫张三丰时的表现 原著道 杨过心道 我若再当面交招 那尹克西瞧在眼内定有防备 这便无用 于是在他耳边低声说道 这一次我连交你三招 第一招左右忽调 我使左手时实则该使右手 我出右袖时你打他时需用左拳 张军宝点头答应 杨过当下教了他一招 推心致富 张军宝跟着他出拳推掌 心中却记着左右忽调 尽管杨过学的武功也十分精妙 但他也会忌讳旁人偷学 简言之他的武功学起来不难 或者说境界不算高 而你看张三丰传宫张无忌的时候又是怎样 连旁人都认为张三丰要领着张无忌去别处传宫 张三丰却显得格外霸气 原著道 张三丰道 不用到旁的地方 我在这儿教 无忌在这儿学 吉炒吉脉 心鲜热辣 不用半个时辰 一套太极剑法便能教完 他此言一出 除张无忌外 人人惊骇 几乎不相信自己耳朵 均想就算武当派的太极剑法再奥妙神奇 但在这里公然交招 敌人瞧得明明白白 还有什么奥秘可言呢 这说明什么 那太极是张三丰习武百年的极大成之作 可以说是修炼壁垒极高 哪怕是当着别人的面传宫 常人也根本猜不透 至少当时在场的群雄 就根本看不懂他的门道 只有一身神功的主角张无忌 能够领悟太师傅的武功 如此看来 张三丰的境界是远在杨过之上的 这也无可厚非 毕竟杨过只是个虚构的人物 而张三丰则是历史上真实存在过的一代宗师 金庸将他捧到武林神话的位置 也是合情合理的 这是一代宗师傅的